我住的酒店,一个以蕨类植物为主的酒店 旁边是游泳池 我没有一次在这里住了三个月 还没有一次下过水 好像很可惜 我是不是应该在 今年得下下水了 2021年得下下水 之前不是整理出了一本电子书吗 就发在我的推特或者微博的置顶上面 就是那本电子书 其实就是我写了将近一年的所有的文章的集合 那还有一些是18年写的,19年写的 现在呢在写的是连载 也不能叫连载 就是写我跟寺庙有关的一些故事 我第一次内观大概17年 然后呢我去年12月的时候在清迈内观 然后又在现在写到了18年9月份 在那个寺庙做义工的事情 已经写了27、8篇了 就一天一篇一天一篇在那里慢慢写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寺庙的故事已经可以写一个月 就一天一天连,也不叫连载 因为如果是连载的话 它应该故事是有相关性的 但很显然这个故事没有前 就是单个的故事 没有那种你看完这个 你要迫不及待知道下一面是什么 那种连载的性质 所以说我现在还要 还正在认真的学习写作 因为得把它写成一个像连续记样的感觉 而不是单篇单篇的 今天我在寺庙发生了这件事 我把它写出来 我又翻我的以前的朋友圈想起 我当时在寺庙里面还发现了什么 又把它写下来 现在就是这样的形式 以至于这个阅读量也是蛮低的 当然第一方面是我只发在微博上 这微博你看 我发别的好像阅读量还挺高的 发这个就是阅读量真的不怎么样 导致我已经在看写作书了 已经看了三本了 不只是写作书 怎么写故事的书也要看 怎么写不按的书也要看 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跟写有关的东西都在看 大概起码得看个诗本吧 才能找到点感觉吧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我得把我的写作能力水平再提高一下 那你最近在忙什么呢